GQ Style 应该是一面镜子 折射当下的一道光 所以要用每六个月的时间 去思考当下 那我们这次的主题是 Upside Down 那颠覆 从封面的含义上来讲 我们用了新的CG技术 以及在前两天 对王春凯进行了全脸的扫描 因为其实传统的扫描 它只需要进去一秒钟 然后就咔一下就差不多结束了 但是对于这种扫描的话 可能需要的时间就会比较久一点 我觉得这种拍摄方式还是第一次尝试 所以感觉特别新颖 感觉这次体应也非常好 这一次蛮有趣的 会呈现出来的风格 会偏艺术一些 也会偏罗马那种 就雕塑感的东西 会更多一点 但有科技的加持 其实我们并没有去探索未来 而是想用科技去塑造 更古典的审美 所以在封面上 我们会有一尊 不存在的雕塑的王俊凯 但我们不存在这些 我们用科技去塑造 我可以重新拍摄 还有两个月 我当时跟那个点几有讨论 我们必到了摄影师 N多次的初稿 然后包括中稿 以及在后期整个CG 我们讨论下来觉得 还是要更多的 把这个技术的东西收一收 因为我们希望 能够有更纯粹的一个形象 来去给到大家 去表现出来 王俊凯这个人 他要表达出来的一种情形 同时能够有更深的一个思考 而且这次有CG的科技 我觉得服装和科技的壁垒 真是被打破 我觉得这个概念 其实可能更多的 设想表达一种 跟以往的自己不一样的感觉 出来的感觉还是挺奇妙的吧 因为感觉就是 那个脸看下去可能是我自己 所以我觉得我应该也能做出 这样子的那些举动什么的 我应该也能做出 那些举动什么的 我应该也能做出 这些举动什么的 我应该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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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应该做出